以前开始我会觉得 时尚是一个很肤浅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东西 我这次互动影片代表是什么呢 只为了互动和互动 拍了一个影片给你看我互动 嗨 又是星期一 嗨 又是星期一 起来萌 起来萌 又是星期一 今天就要学来开房 大家好 我是Safy佳蓁 那那那 你看到他讲这句话 你就知道今天来的就是男访客啦 你好 我是薇薇薇薇薇 是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呢 就是在Fashion店呢 有一点点小地位的这个小帅哥 而且听说他穿搭很厉害的咧 怎么办呢 怎么自成这样子 而且我先要讲男访客 我这个是睡觉帽的 不是圣诞帽的 OK 你就把他当作睡觉帽啦 我想他来到他讲说你们两个穿到这样 不过也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星期一呢 就会在这边穿着这套衣服呢 请不同的房客上来跟大家一起聊八卦的 是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哪一些房客 你是想要我们请他上来 男女布局 OK 在下面留言就好了 不讲的 快点快点先看我OK吗 我咧 我OK 你应该 来一两位 欢迎MJ 来到我们的房间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Yo 有MJ不 有MJ不 最近我很想知道到底BiuBiuBiu是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也是想问 BiuBiu当初我想这个BiuBiu是因为我觉得 它要一个大家共用的一个语言啦 然后我觉得BiuBiuBiu这东西 它会弄到整个情绪很高涨的 好像你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拿BiuBiu来形容 它是个形容词 所以它这个东西很好 这个东西很帅 这个东西很厉害 所以反正这个B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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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拿来用啦 是是是 你这两个画面有B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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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但是你本身会有很多的一些好像我们所谓的京剧 比如说我不是飞仙boy 我不会飞 但是我会先 所以你会不会是想说 你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些所谓的这样的京剧 是因为想要让人家对你印象比较深刻还是怎么样呢 印象深刻是完全是 那个用意是这样子 而另外我是觉得 现在的影片很多 每个人都做影片 然后我们要讲的东西 所以如果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话就要够短够快 OK 但是如果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可能某一个段落它就会 可能可能它就 Lost 掉了 如果我有本事把东西 压运起来给它一个节奏 让它觉得还没有停的 还可以继续看下去 还没有停的 继续看 然后到后面就延伸为很多压运了 所以你永远不懂哪里可以停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 一开始就来这样deep的东西 对 它是因为你听不懂 听了一个 就好像我们每次听rap 我们很喜欢听rap的嘛 是 你rap的歌可能前面它有16个bar 对 它可能是一个flow 突然间它开始会换了 是 那个概念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变成好像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停的时候 它又好像对 好像没有办法停哦 好像我又想要继续听 继续听 你运遇了 哦 就是这样 结果不同了 你继续看下去哦 每一集的都会配合那个主题 然后不同的 而且你又要想很久吧 每次做这种脚本的时候 蛮久的下来其实 两天最少 两天 不包括不好要找衣服 讲到衣服 我今天要很大胆的 所以要请教一下 我就是要等那个cue ok 我其实今天就是要很大胆的提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哦 ok 我们其实这个是固定的服装啦 ok 因为我们为了要凸显 就是我们在房间 对 开房 对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来给你 给你comment一下你觉得 就是我们这种睡衣 ok 吗 先从男生来讲 ok你觉得我这个有符合到所谓的睡衣的那个主题吗 我先说我先说这个其实这个是睡帽来到不是圣诞 真的吗 我还在讲这个是圣诞概念是吗 其实很多人也想这个是圣诞 你知道一开始录完的时候大家都想 诶 这个是要录圣诞 圣诞过了不是吗 对对对 没有barget是这样没有barget 所以你觉得这样其实符合一个就是睡衣的概念嘛 它有个好爸爸的形象哦 哦有个好爸爸的形象 你讲你倒哦 因为小艾姐喜欢的一些 我也我也想你 你等下到我了 对 等下到你你又知道了 所以ok 所以so far我这一个是 ok到点的啦 似乎你去什么场合啊 真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拿来睡觉还好 如果你是想 你不要为难了 这个不是很难comment的 ok 这样他咧你觉得 它是ok的 你应该是创联赴吧 它这个是有流行的元素在的 有流行的元素啊 我看过我讲的 手要折到手指露一点 不要露一点 那我只要讲 因为要盖着盖着这样子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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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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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格子线条还有班点 永远是不会过的嘛 格子线条跟班点 它是不过的 就只永远再来 2020年又是走班点了 了解 ok好 这其实我要问的是你看啊 因为我们一刚开始 我们一想到就是说 哦 呃 要呈现睡 就是在睡房的感觉 就一定要穿睡衣 但其实 会不会讲说 其实不一定要这样穿 其实不一定的 是不是 这可以怎么样的 你讲到睡衣 我突然讲 哎 Santi 我很喜欢这东西 我很喜欢美式的东西的 美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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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韩戏 韩戏是这几年 对 我从小很受可能西方的 美剧 西方的电影 西方的文化 所以我很记得 我对美感这东西的 要求还有认知是来自美剧 来自美剧 ok 你会发现到 美式的电影 他们每次早上起来 就会弄咖啡 Pancake 他永远穿这两个东西的 白色的上衣 灰色的下面 就可能它是一个 Pajama 裤 短裤 上面一定是白的 所以我从此觉得 白灰这 combination 好 所以我自己的 如果 如果我自己的睡衣 是白灰 睡衣 你是 但是有 没有 就是我不会特地去穿一个睡衣 我的睡衣一定是 白色的T-shirt 然后灰色的裤子 或者是那种 gym 裤 哦 ok 那种 texture 对对 因为 好像我老实讲到 我一般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人 对啊 很多人都穿家里衣 对对 我明白明白 我当初也是这样子的 后来你 开始自己住了 过后你就 就就就开始要讲 就这个空间是我自己的 因为在我妈妈的家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 什么都不足一样 你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妈妈会一直惨你 是不是 是因为 把我掉到上天花板去 对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人 就是自己自己住 对 我一个人住现在 ok ok 所以 所以你看啊 我现在就很好奇一个点了 你怎么样去把自己定义为 你是 Fashion Boy 因为你看 对对 Fashion Boy 感觉这个名字很重 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很懂Fashion 然后 可能也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Channel 只是在做Fashion的东西 你看就像我们一看到你 我们就马上就会问 哎 你觉得我今天穿得怎么样啊 对啊 因为我们就会把你当成就是一个Fashion上的一个代表 对 所以你 你为什么当初会这么的敢敢就是把自己称我就是Fashion Boy 是当初这个名字也是想了很久 因为Fashion Boy太重了 这种东西 DIY 没有人会信我了嘛 人家也不记得到底是谁 Rather than我自己把我自己定义成Fashion Boy 起码你一看的时候 你去judge 我这样的也没有道理 嗯 你看 很多人其实会尝试要做穿搭的影片 是 DIY but他们没有办法可以 呃 很坚持地做下去 嗯 因为 他的定位不对 嗯 就是说他不能坚持一直在做这块东西吗 没有人敢做啊 因为他 因为这个东西他没有 有很实际的 呃 value去赚钱 第二 他很冷门 讲真的 如果你要真的懂穿搭 你不会去看一个三分钟到五分钟的影片 对 你或许上 you know goody25 或者是 看这样instagrammer 对对对 几张主角 你现在流行穿什么 你还要听我先吗 嗯 所以当初出Fashion Boy的时候 我没有真的很 呃 打算教人家穿搭 我只是以那个为开始 因为我觉得Fashion 它不是一和酷 它是你的生活态度那样 变得很酷 哦 所以整个Fashion的东西 来了来了 京剧了 OK 不是一和酷 是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有太酷 是你的生活态度让你变得很酷 对 生活态度让你变得很酷 OK 京剧一 OK 这东西是因为 因为我来自Theraz嘛 今天Theraz Boy 会怎么啦啦吼 Theraz的人 啦啦吼 Theraz的人 不是讲所有Theraz的人 就是我们以前在身边的朋友 都可能会去买球鞋 会买什么 追追追 追很多贵的东西 所谓的Fashion 就是现在红什么 我就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Bird Berry一定要买的 对 那个年代了 对对 Bird Berry的帽子 格子衣服 可是 整个你穿到完 其实还不是住我家隔壁 哈哈哈哈 他还是 你不像说Hatama的咯 没有他还 I mean 我还是一个单程牌屋 20多年的牌屋 你还是住在你妈妈的家 这个才是重点 你还是住在你妈妈的家 所以到最后 你穿个Bird Berry 你去了到哪里 你还不去拿隔壁吗 哈哈哈哈 I mean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你还是在Otown嘛 所以结果你就变成整个 地产Agent Starter Bag 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是太好笑了 你穿到这样哦 尤其是翻版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花1600跟我花160是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我讲这东西还蛮好去发挥 因为我想要做talk show 这是我一直来最想做的东西 所以talk show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理念才做得到 而且也要一定的舞台经验等等 加上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像写好的稿这样的东西 那真的是领想反应很多 所以我觉得Fashion Boy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talk show 我自己的talk show 所以我才会在开头我想 呃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闲 所以就是银河就是你所谓的 因为你想做talk show 所以你就把这个channel当成就是一个你的 累积的经验的 或者是理念的一个平台 它会是在讲这 这我不是专业的 你就在先嘛 你要听不是听 你要听就听 你要听就听 所以当初放Fashion Boy的这个东西 是为了让大家有办法 cash到大家 后来慢慢让大家去发觉 其实我做的东西有这些这些这些 是 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多东西了 你要看一个东西哦 你会觉得你有选择恐惧症 你觉得明明你就24个小时很得空 对 但是你就觉得 哎呀我好像只剩下最后的5分钟 所以就在选影片咯 这是Netflix Netflix综合症嘛 要还有有时就是太多 你有时会觉得我前要看什么 你明明就拿你5分钟 所以我要人家一看 我是看Fashion 我真的想看Fashion 而且它的影片讲真的 我是确实是有看的 它真的像他刚刚讲的 就是你不懂即时会end 然后你很怕你 就会miss掉某些很重要的东西 对对对 而且再加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 很逮谁的一些 对那些那些那些 所谓的收购的很押韵的精锯 你就觉得哇好好笑哦 你一下来一下子 哎可能还有东西 然后又又来一个 对就是你的笑还没有停 还没有接 就是你还没有缓下来 又一个来又一个来 你就有一种 一种就是感觉就想 我想要看完它我想看 因为我想看后面还有在刷 是是那种surprises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做每一个影片 像他们之前有做素人大改造啊 或者是一些DIO的东西 是 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 我觉得啦需要有很多的资 对 因为你看你搭配的话 你一定要有很多不同的 哦蛮很多 对对 所以 你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你是不是有正值的呢 呃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是2017年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正值的 嗯嗯 2018我就迟此了是完全在 对 所以你问我 Youtube的东西吗 是 因为我觉得你不辞职的话 你很难去focus一个东西 这个 因为你的东西无处无处嘛 这样看影片的人会觉得 哎 到底你是 你试试真的是 committed 这个东西 我觉得网络是一个 很贪心的那个东西 它明明你一样是丢影片上去 对 如果你是 full time 我不是 full time 你得到的回想 也是不一样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也是拨一下啦 这样你看啊 你刚刚说你一开始 你想到就是做这个穿搭的这个是不是 所以你本身是读 fashion的 不是我是大众传媒系的 其实 哦 大众传媒 其实你本来就想要做 媒体这一块的啦 呃 主持咯 主持是我的第一个想要做 演员和主持 演员主持 这样我要问哦 这样你凭什么我要看你的 channel 你都不是 就是本科生出来 不是咯 你这搭配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是本科的人 你才会觉得我东西有公信力 如果我是 fashion 出来的人 我的东西讲究是如何去 就是跟着的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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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啦 如何去更特殊 如何去登上体台 如何去什么 它不是一个大众可以去 apply 就变成我会觉得那个好像离我太遥远 算了啦算了啦 这个看了肯定觉得 诶 其实可能人家会觉得说 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那种 designer 所以说跟着它的话可能会比较靠近一点 嗯哼 就是说我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 对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因为你看啦你的channel就是叫人家穿搭嘛 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评论 专业人士 可能来讲 哇 有大把 大把 对啊 就讲你凭什么 你看我们这种 fashion 你什么 fashion 你什么来 越高 越高view的 的影片就越多争议性 他们就会讲 哇 这条木嘴 诶 木嘴可以讲吗 木嘴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木嘴是木嘴 对 木的嘴 对对对 木嘴就是他只会讲不了 用眼睛来讲话 所以确实是有 有 有木嘴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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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有有 他们真的会讲 他们真的会讲 比如我很好奇 因为我看到的comment 几乎都是蛮ok的啊 因为他们在很下面 哦 ok 他就没有人打去comment 对对对 他们就会觉得 呃 就是你为什么 你讲个这样丑 你去整路线 你回来 你才在叫人家穿 或者他可能会讲 啊你的东西很寒酸 呃 就或许我买一个 呃 可能 Travis 啊 Off-White 最流行的这个 Air Jordan 1 我都好看过你 这东西讲出来真的好笑 我就Screenshot 放上IG给人家笑一下 这样 我名字也没有遮 我这样放过去 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有一些 可能就直接问你 哇你凭什么来教坏人 甚至讲 对 教坏人啊 你这样的传达 有啊有啊 最近有整天人 有蛮多讲我教坏人的 这样你这样好 你不是不要被我教坏咯 哈哈哈哈 拭目嘴的人 也对也对也对 因为有时候他会做一些 就是像改造之类的 可能就我看到一些 啊改造下面就多了 啊真的真的 哦 OK 他就会拿一些 普通的T恤来改成 类似像 off-white 这样子 然后网民就会开始 在那边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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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这样的 comment 其实你 你到今天为止 你还会在意吗 还是你觉得 whatever 这东西我本来都不在意 我还嫌不够多 哈哈哈哈 因为有 我们就是 还是一个争议性嘛 你争议性 人家就看得到 当然我不是很 呃喜欢在可能就是 风口浪尖里面找吃这样 可以这样的形容词 嗯 确实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人去讨论的话 就没有人会知道嘛 像你问我 如果我DIY 一个off-white的东西 它是不是off-white 像似乎我卖的时候 我没有拿来卖 是第一个东西 嗯 第二 这东西是 以什么东西为基础 我是 我是做出来 模仿off-white 卖给小off-white的人呢 还是纯粹就是个DIY 如果你讲我这个东西 是属于 呃 制造翻版的话 大家其实 真的对Youtube 不太 不太懂 他也对DIY 这块不太懂 网上 有很多Fashion的Youtuber 他们的DIY 是真正 去找一家Printer Print那个logo 叫你探上去 这东西是我Skip掉了 不做的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叫做制造盗版 OK 我是讲人家怎么样在 探不同的材料 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 把自己的元素带出去 了解 所以不是抄袭 而是说 用DIY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DIY 就是制造翻版 但是DIY的概念是 Do it yourself 就是用不同的材料 做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算是一个 反正你不会理人家 讲些什么东西 反正我想要做的 我觉得是对的 你就会坚持去做 嗯 除非你是我老板 他说是不会有老板 因为他的老板 对啦 现在已经没有老板了 现在自己是老板了 他没有讲到 刚刚我们问的问题 也是他的经济来源 对对对 他很会把我们带走了 没有 他就是一个吃老板的东西 因为在之前我就做主持嘛 就做了一个三年多四年 就存了一点钱这样子 就给我自己这样 这样去维持生活这样 像衣服那方面 我确实有很多了 只是我拍了两年 衣服就差不多给我用完了 对啊 这一年其实是比较 去年是比较tough 因为开始要买衣服 对对 其实你们影片的产量 也比较多会吗 去年OK 开始 微的时候就开始 少了 因为我忙着MMM的东西 加上马来西亚真的太难买衣服了 嗯 太难了太难了 太难买到好看的衣服 选择非常都少 是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胆的徒弟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坚持 就是一个礼拜一个影片 还是 我是想要的 哈哈哈 想要跟可以很 很难 balance today 你会有一个team跟你一起做 还是完全就是你一个人 没有 一直以来都是 Soju帮我拍 这是我的双包胎的朋友 帮我拍着 但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去麻烦别人 然后中途就有Alfred 会帮我拍 但是Alfred他不是full time 他是part time的星是帮我 所以这个也形成了 可能在拍摄的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会让我拍摄的 对 那个flexibility 变得更低 对对 我整天不够人帮我拍东西 这样其实你一直都是请朋友帮忙 这样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来 团队 真的是制造一个 对对 挺一个人 很难找 他还没有到一个很 很稳定的东西 所以fashion board这种事情 你讲为什么做fashion 因为它很直接给人家看到 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容易直接变成被限制 对 对 所以它的出路 对 它的出路其实很少 对 所以我才会坚持用可能搞笑的方法去讲服装 其实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在 搞笑啊 可能时事啊等等 但是这个东西要真的是 每个人看了才会知道 哦原来我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中我做到Eco World的业配啊 或者可能美妆的业配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可能性 但这个东西还不是每个人知道的 所以变成我的这个 可能讲经济来源或者商业来源 才比较局限一点 就是不稳定 对 它会很小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很多很多YouTuber 其他的YouTuber 他们可能就是拍一些Plan 或者是拍一些其他运行的搞笑的 他们的view就很高 嗯 view一高 就会有代言 对 就有业配那些进来 对对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的 这些YouTuber的content 其实是没有内容的 嗯 像你做的 确实我们知道你做的是很有内容 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们凭什么 他们没有内容 去拿到广告拿到代言 我这么有内容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 对啊 这方面 我觉得这东西是很难去衡量的 当然你会有一个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但你只要去 Deal with it You know 当你 当你 break on something You're a loser Right OK 了解 你就不要做loser 这样东西一个是自我 自我去调整的一个东西 你总会想到你的 定位在 我之前讲 做东西定位有五个嘛 有五个P 但太强了 我们慢慢讲 你们最重要的那个 最重要的那个P 它是叫potential 你的potential在哪里 那你做这个 你就是搞笑 搞笑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 新加坡 我在新马这一带我们看的娱乐 这二三十年来的娱乐 把搞笑和好笑 是混了 其实很多人真的不好笑 他只是消费别人弄那种东西很好笑 所以真正搞笑是一个很高层面的东西 人面有多个人搞笑吧 所以如果你永远只是在消费别人弄好笑的东西 你消费不了多久 所以你现在赚这个的钱是因为 因为YouTube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你可以趁这个大环境之下赚到钱 所以这是Internet make you famous You're not really internet famous 所以你有一天 你一定会下来的 你一定会下来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identity 你的potential 你早就用完了 或许你根本就没有用到你的potential 对 因为可能刚开始 大家只是谈一个新鲜 就觉得 哦 ok 但是久了 大家就会觉得 哦 鲜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讲 你们记得当初几年前 银行抢人才 记得吗 Diploma 一出来就两千八三千 Degree 三千二到三千五 银行同一个道理来的 现在Internet YouTube要很多人在这边 他需要很多creators 对哦 所以就把钱弄得很容易拿到 现在开始 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们的profit 全部已经扣 越扣越少 已经可能30-40% 对对对对 因为它的quota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如何去挑战 再做更贱的东西 嗯 挑战下限这样 因为就像太多人啊 太多人的话 你一定会挑了 到时候你一定会选的 就变得饱和了 对 要怎样去脱颖而出 这样你平时在接业配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 你都会有接业配嘛 你现在是会选择性的接 还是你觉得 管它啦 反正我要 只要我选来就可以 一定会选 一定会选 因为这是关乎branding 还有repetition的一个东西 加上我觉得 YouTuber的责任还蛮大 影响越大 然后 you know 你的责任越大 Spiderman这样的 诶 我发现 你在你的影片里有讲过 你想要当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对不对 一个icon G-Dragon 对 其实你是想要影响些什么 对 你想要带给他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影响就是分很多层的 我又没有想要去改变世界啦 就可能改变那些人就好了 这样我觉得 可能从以前我就尝试过 不好看丑 被人家笑 这样我觉得丑是一个很讨厌的 我很讨厌 我想要美 我想要好看 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吧 完全没有问题 答答我问这个问题 对 对 那个是很丑的地方 拍很装皮的照片 丑皮大作战 所以我觉得 我要影响别人是如何去 用有限的职业 让你自己 You know 好看 生活这东西 不一定买不起一个LV 不代表你丑了嘛 如果你家里的环境好 你讲出来的东西有standard You're a class man LV 跑来找你 大家有份 所以因为我影响力 是什么影响什么 影响在 Fashion or Lifestyle 这方面 可能Philosophy 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一定要有名牌秤托 才可以就是好看 这样子 其实最想传达的是 生活理念 不知道真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跟你讲 可能Philosophy 我喜欢白色灰色 我家里我喜欢它minimalist的 它会有树 有石头 有雕像 有神像 这一切一切 它有一个term 我不懂是什么term 我还在找寻着 我找到了那时就变我警局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在跟他聊天的过程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 自我想法的人 是 然后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他之前有参加过主持的 对 我们知道说就是 那个比赛过后 你就可能就是退出吗 还是说 嗯 就是没有在继续了 我们还蛮好奇 到底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刚刚有说 你其实第一个想要做的是主持 主持 对 对 对 那时候我参加了这个Star DJ 然后我就 就 你应该有跟着他们一起 on training嘛 对不对 我记得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你就只有 那第一名还有第二名 结果严格来讲 你可以讲是第二名 也不是第二名 因为还没有这个名份存在嘛 but whatever 就是不是A就是B 我就是那个B 对 然后他们确实是有offer这个 training 问你要不要 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 他还没有 回复 对 还没有等到 我就想 等一下 我又不是很想要 因为那时候我想 想要冠军罢了对吗 对对对 我觉得你做任何东西都好哦 远远都没有 从就是 人家给你的一个东西 从下面再爬山 是不会有这事情的 这世界上哦 就只有空降这回事 你懂吗 这个讲中我的心坎 它是 它是不会有 它是不会让你有 从side 走进来的side way 变到去冠军 是不会有这回事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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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能的 你很努力很努力就 这世界上没有讲努不努力的 是讲也没有实力吧 对 确实确实 所以 我要的那个机会 不是在电台 嗯 Right 所以我就要把那个 那个 那个定位转回来嘛 嗯 如果我这样子进去 是人家 给的一个东西 so 它不算是我自己 earn的一个东西 Right 所以以后我东西受限嘛 我是一个不能被控制的人 嗯 所以如果是人家给我机会 这样我就必须要去 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的珍惜就是很多的责任 听话 对 对 因为变成 对 因为变成 人家会跟你说我给你的 Right 我不欠人的嘛 我不喜欢欠人 对 了解了解 只要像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都还没有成型 even 现在我都还没有成型 在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给人家去控制我 像我的形状不是被变掉了 对啊 我还不如自己去变起来好一点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你就想要说 我就不要了 你就直接 对 可是会不会说你离开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以后 你在外面就更加难找到另外一个平台 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一开始人家给你机会 就在这样大的平台 你以后就不用走了 嗯 你看一开始如果我就 被锁在那边了 我一开始住Bungaloe 你还住得了 你还住得了Flat 对 是不是 就胃口被养大了 突然间你觉得惨了 我现在锁在这样大的地方 我不能走 走去哪里了 嗯 我应该从小的地方先 走到差不多 诶 你老过去不同 那个叫我被挖脚 嗯 那就是空降了 我只相信这世界上是空降了 所以你看啊 你说你是一个不喜欢变成局限的人吗 这也会不会就导致变成 你看你 因为你之前 before 就是before这个Fashion Boy之前 其实你也是有跟其他人一起合作做YouTube嘛 对对 然后到最后你看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来走这个Channel 而且好像是合作过三 三个 这是你第四个嘛 这是我第四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是你不想被人家局限 所以才最后 对不完全能做到自己要做的东西 然后大家看法不一样 可是可是现在这个社会 I mean这个平台上 都需要人借力 借力 互相借力 像如果说你一直想要说我要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一个人做 这样你很难去expand 会不会呢 似乎你要expand的那个 你给自己的期许是多少 如果你是要急着要 要冲上来 当然你是不可以啊 但是我不是嘛 我看准一个时机就够了 所以如果我一直也是在想会不会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的问题 所以表示我很难跟人家合作 right 但我想一下不是啊 好像我们MMA16 我遇到我的partner 他不是一个我认识很久的人啊 他是我机缘巧合认识的人来的 但我们合作很开心 现在就一年了 所以对的人永远会在对的时间出现了 所以整个东西 听起来他还是很坚持自己要的东西 他不会受到旁边的人去影响 不太会 所以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 呃 很难明白 很难明白你 就好像 Kanye West 有一个很好的词 I want a friend like Kanye loves Kanye 我觉得 OK OK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未必可以完全说服我自己on certain 东西 都是一人要让一步 那么你没有两个我这样子 你没有几本还有四个我 这样你不是很stress 我觉得你要负责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还要跟自己抗战 你不会 也不是抗战 当个朋友这样 所以我很需要一个能 呃就是 you know 给我意见的人 就好像这时候 之前会有 Souju 或者现在会有Vivian 或者他们一起 他们的角色这样子 他们很多时候讲 其实你不需要意见的 你只要一个人听你讲话 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Vivian就是那个会愿意听你讲话的人 哈哈哈哈 我本来其实就要cue这一段 诶没想起已经讲了 对对对 那我们就很好奇 它跟我们这些之间 你们 我们可能可以听一点点小小的爱情故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哇这个东西很很很难讲 我们以前在前一个公司一起认识 然后我们是搭档 我们一起主持 嗯 主持了9号过后我才知道 诶 这个人的这个 呃 性格想法跟我很像 他看起来不像嘛 看起来不像一个这样有想法的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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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好像 就像海绵这样子啊 因为我有接触过她 我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天真 很开心 也因为这样很多人会觉得她没有想法 然后就会开始斥着她 所以我们也因为聊一些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更了解 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是很多年后才在一起的 那时候就可能时间到了 你在一个队的时候 就有一个队的人做一个队的东西 你们就一队 这个押韵哦 来 在一起多久啊 一年了 有啊差不多 所以之前你们很close 真的是纯粹很close吗 因为之前你们一直都没有 我们没有公开的时候 可能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在一起 我们没有讲办法 因为我们觉得 我不要消费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虽然我最近post 比较多 好像我们去旅行 对 但是我不会 天天放那种 gay 白放赏文 我不是在这自己时代的 最主要我觉得是你带出一个态度 因为我觉得从整个访谈里面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讲 fashion 很多人都会觉得 Fashion 就是你要穿得好好看啊 头发要怎么样啊 然后手上要有什么样的装饰 反正我觉得这一个不重要 如果你今天穿得极美 你身上全部挂完名牌 so why 穿布是Lagobi 也是样本 还是Lagobi 网友啊 很多问题要问他们 对不对 所以接下这个时间就留给你们了 我有问题 我问题 我问题 还是那句不是我要问题 是我 Lady要问题 Lady要问题 先问 MJ 第一道我们马上进入 就是说 MJ 除了自己的品牌 然后可能衣服的设计上面 有一点点和某些大品牌类似 大家就会说 是不是抄袭 我觉得这个东西 似乎你要怎么去看 我觉得 什么叫抄袭 我觉得抄袭的东西 就是你把完全一样东西放过来 然后你换掉里面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牌子 它可能是斜线条 你会把斜线条换成纸线条 所以某种定义上 它是一个yes and no 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会这样讲的原因 是因为 一 他们对这个时尚厂业不清楚 第二 也因为我是YouTuber的身份 大家会把这东西放大看 其实讲真的 时尚这东西 你刚才我没有讲到时尚 不是只是衣服吧 还是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从以前开始 我就觉得 时尚是一个很肤浅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东西 所以我们当然 每个东西有好或坏 我们要找 它的value在你 这样我是appreciate aesthetic so 当今年有一个牌子引领潮流的话 其实你放眼看去 99个牌子 甚至是大牌子 都是 他们是直接 出一样的东西 no one cares 但是因为我是YouTuber的身份 然后大家就把这东西放大来看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care这东西 只要你觉得这东西没 你就出 这东西永远 我觉得陈冠希 我很欣赏的讲过一句话 你永远不需要去 想办法去 想一些 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东西 是不可能的 太多人想过很好的东西 对 你倒不如把一个东西变形 就像我影片的人讲 a wise man one set you have to waste time creating something new you just have to make something new 好 然后第二题 我跳到快快了是不是 因为她讲到太有 太有 没有她讲到这个话 我看问这个问题的网友 应该就整个就 嗯 ok ok understand 对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你跟Vivian在一起的时候 都没有怎么样去 承认或者是否认 ok ok 然后最近就好像 开始有一些迹象 让我们看到 比如在你的 社交媒体上 对 所以有网友就很好奇 其实你们是不是在 酝酿这些东西 比如说可能是 两个人一起 对 对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 可能商场 或者是这个市场 看到好多的这种 所谓的青绿党出现 对 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是在 经营这块东西 或许 2020年我们会拍更多 我们两个一起的影片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想看互动影片 我常问的 他们讲我们想看情侣互动影片 但是互动影片到底是什么呢 只不为了互动 互动拍了一个影片 给你看我互动 看你们两个去餐厅吃 吃吃看 是不是 那个就不同 那个已经是个 我们去找lifestyle的东西 我们找约会的地方 到最后我是想给你懂 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所谓男子 你每次去外面吃东西 百多块吃那种 这样烂的东西 嗯 最好人是 堵不烂 哈哈哈 然后 所以因为这样子 哎 因为曾经有人讲过 为什么要做一些 美食节目 嗯 是讲这东西不好吃 没有必要看 那就是有这样的 不好吃的东西嘛 我就是要 然后 然后你问我 有没有想要做情侣党 或许2020年 我们一起想办法 做一些什么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要问的呢 就是 哈哈哈 你干什么掉 你的记性不好对不对 你干什么掉 OK 第三个问题呢 基本上是 你忘记了 对 我们再从第三个问题开始了 好好好 没有不用紧啊 我们就 我们这个节目就这么的事 我们不要给人家 我们不要给人家控制 我们就是这样 对来继续 第三题 硬爆了 硬爆了 第三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第三题呢就是呢 你是不是把自己当作明星来经营 我觉得没有 我反而觉得大部分的YouTuber 是在以平行的方法经营 我倒比较没有啊 我 嗯 其实它不是一个粉丝见面会 它纯粹就是一个pop up store 它是一个我想给人家提议 因为一开始我是DIY期的 嗯 也导致我做MMMM Studio的方向 嗯 是我做完整件衣服 90% 40%我给你自己去玩 我每次会给人家一些 写名字 嗯 一些一些标签 一些一些一些patch啊 给你一个材料啊 我们接下来的牛仔外套 搞了一年多 因为我要搞那个东西出来 你买了后你就可以自己spray 我做好一个 嗯 给你去弄 所以这是我的理念 这个东西我要给大家知道 衣服你买回来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我们需要现场 我们给人家 弄浪化也好 我弄一个suit screen的blog 给你自己去刷 嗯 你就会看到完美的部分 嗯 所以我给你懂衣服是这样子来的 嗯 而且为什么我今天讲suit restaurant 不值得买 你来一次pop up store你就懂了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真的是 收获满满 很坏了哦 而且也让我们也让我们 就是在我们的主持上 也有一些突破 你看我们刚才就是 就是不要给你收控制 怎样我就是要这样 而且我发现到我真的是 你看哦 真的是youtuber他们虽然在网络上 在他们自己频道里 有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其实他们背后的想法 其实是比你们看到的更多更多 对对对所以 观看我们的节目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他们咯 对对 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地感谢 对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你谢谢你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粉丝想的是 看歌吧私开的爱上我一只blog 再来我们的page for了以下 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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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